大选将至苗栗警方在今年9月份查获了大选的赌盘 向上追查发现在攻破了他们的赌博机房 逮捕了27名嫌犯 而另外在云林则是由赌博集团在脸书上 刊登总统副总统选举赌盘培率贴文 其中蓝白到底合不合也成了下注标的 大批警力全副武装持铁器破窗 随即重入地下室攻破赌博机房 集团成员躲了躲逃的逃 甚至把自己反锁在屋内统统逃不掉 苗栗警方今年9月查获大选赌盘 向上追查发现赌博机房就在台中北屯 检警戒时机成熟动员97名警力 攻破赌博机房和真人核冠直播间 具体逮捕27名嫌犯 并查扣电脑主机 点召机等证物 台中市北屯区的部分是一个赌博机房 除了百家乐等签注标的之外 包括到明年一月总统大选 查扣到了现金九百多万元 设计中的大选签读不止苗栗还有云林 警方为了调出车手 桥装成赌客家借要下注七十万元 与赌博机团成员相运在嘉义碰面 趁点交赌支时铺上前 将人逮捕 监禁调查该赌博集团在联署刊登总统选举赌盘 赔率 吸引民众下注 其中蓝白河也推出下注赔率 蓝白不合的赔率是一比二点五 又或者柯侯配还是郭柯配都可以下注 警方逮捕担任车手的27岁理性男子后 再向上弃捕三十二岁消息男子 讯后遭运地院裁定羁押 以违反选罢法及洗钱防治法 将两人提起公诉 借中部重导